4.4前瞻官宣 奖励大升级 常驻武器直兽 牵制技能动画效果公开 各位大佬好呀 就在刚刚 原神4.4前瞻预告终于官宣 将会在本周五进行直播 到时会有300原始奖励兑换 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既然有实景美小人 应该又是大伟哥尬聊那种形式 毕竟周年庆和海灯节这两个版本都是 本次海灯节版本的福利给的还蛮多的 例如十连抽 自选四星皮肤 送行秋皮肤 送黎月自选四星 大家先小小期待下吧 有关牵制的技能动画效果 有舅舅透露自己看到了技能动画 牵制一技能是把剪刀 一技能形态是个黄色剪刀 能把前方秋秋人聚成直线 造成伤害 放完之后角色身后出现个漂浮小剪刀的标志 一技能可以短按长按 剪刀开口一直向前 一放技能剪刀就闭合 怪被赶成一字缝 很喜感 镜头特写是牵制一只手指勾着剪刀并转 表情不屑 然后特写 以自己为中心出现三把剪刀 剪刀围着自己快速空中转一圈 然后打开 周围秋秋人炸开 个人感觉这个技能设计感觉好有意思 我不玩岩队都想抽了 不过这是要干啥 方便水龙喷水 随着4.5开混池 4.5版本还将上线全新的五星武器礼包道具 根据内鬼透露 会将一部分常铸武器直售 不过这年头还有人要常铸武器的吗 常铸里面能用的就天空宫和蒲渊 狼莫了 四风勉强算一个 更别提能用的这几把都没几个人适配 还直瘦 想不出来除了脑子出了问题的有谁会买 有关下一批三个人皮肤的谜语有了 盲猜凌人 可来 万叶 最能确定的就是万叶 因为第三个描述跟那把腰刀和伞有点隐喻的关系 而且确实两人没交集 不过距离下一套皮肤上线还有段时间 大家先了解下即可 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